每天学点养生知识,我的健康我做主,Hello,大家好,是指吃的多,喝的多,尿的多和体重减轻,吃的多表现为饭量比以前增大,天天不干活仍然不到饭点就感到肚子饿,即使吃撑的肚子还是感觉没吃饱,喝的多表现为总感觉口干,舌头发黏,不断的喝很多水,喝的肚子发胀,然感到口渴难忍, 尿多表现为白天,夜间小变次数和尿量的分多,特别是夜间尿多,频繁如厕,体重减轻和表现为体重,移在下降,身体消瘦,糖尿病患者除了三多亿少的典型症状之外,还常会出现一些不太典型的表现,常见的有,经常感觉疲劳,全身困乏无力,提不起劲,特别是双腿酸软八成,老想躺着, 饭后二到三小时或午饭前几晚饭前常发生心慌,多汗,头晕,饥饿等,皮肤经常生些长疮,伤口不容易愈合,出现胶脂迷烂,快死等,生育年龄妇女发生过多次流产,生过坏胎,巨大胎啊,女性反复出现尿道感染,外因骚扬, 男性出现阳尾,发生怨念不明的手足妈木,小腿疼痛,抽筋,眼睛突然看东西模糊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